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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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一炙汗秀草 自開自落自清稿 她不是存心驕傲 只為了 只為了 美麗青草 小小一株海羞草 自戀 自愛 自煩惱 她只愁著 盡她喊笑 不知道 不知道 青春會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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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羞草 日日夜夜 再祈禱 啊 快放棄 莫去逃跑 莫叫孤獨來打擾 等到那陣 請來擁抱 再不要 再不要 想完了她掉 兒剛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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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愛你 我愛你 你聽清楚了沒有 我不能再接受第二次打擊了 可是 可是我一開始就告訴你 我已經有了未婚期 那也不能怪我 要怪只能怪我們 根本不應該認識 我也曾想過要時刻而止 可是你的表現 卻讓我越陷越深 我 我恨 我恨 兒剛 不要恨我 我求求你不要恨我 我恨我自己 我恨我自己 你 為什麼呢 我恨我自己太不自 我太對不起靖璇了 我恨你對不起靖璇了 千万不要恨自己 家勋 你又没有做错什么 我恨我自己太单纯 太相信而刚 好了 乖 好好地睡一觉 等睡醒了再说 好吧 妈 乖 听妈的话 好好睡一觉 你爸跟姚董他们呢 姚董他们回家了 爸孙怀叔到车站去了 哦 你上车去 我想去看看姐姐 你姐姐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 你忍心再打搅她 妈 妈 姐好可怜咯 不是你姐姐可怜 是万二刚太可恶了 你看 万仙怎么搞的 你从无尽打采样子 过去看看 过去看看 看 我 你 我 你 你 哎 温家喜 你今天怎么没有下场练习啊 嗯 练习的 我拿那种信心啊 哦 哦 哦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表直女的婚礼取消了 哦 哦 哦 你昨天不是才被寄命书去挑礼服的吗 干嘛忽然取消婚礼了 哎 怪来怪去啊 就怪温二刚不好 温先生有什么不好 这温二刚啊 还没结婚 就玩起这个佳花总比野花香的游戏 这野花不甘被抛弃啊 就跑来跟佳花告密 你说这个婚还结得了 思水 嗯 嗯 我在想 想什么 我在想 当初我们要把看到尔刚的情形 明明白白地告诉季璇 然后在旁边家里疏导 就不会变成今天这个场面了 季璇不是一般的女孩子 她的主观很强 当初如果明白地告诉她 虽然可以避免今天这个场面 但是季璇还是会受不了 一样的不会接纳尔刚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 她们已经认识两年多了 彼此之间的感情 不可能说结束就结束 还是会互相牵挂 互相舍不得对方 你是说 坚定不渝的爱情啊 本来就必须接受时间的考验 这一次的挫折 应该还不至于摧毁她们之间的婚约 嗯 不过我们不能操之过急 等他们彼此冷静下来之后 我们再做打算吧 小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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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刚给你煮了一碗面 趁热把它吃了好不好 妈 我吃不下 吃不下 少吃点啊 饿回了肚子划不来哦 真的吃不下吗 好 那我就放在这儿 待会儿你要是饿了 妈再给你热热 好不好 怎么样 心里有没有舒服一点 妈 我觉得男人真不可思议 怎么说 他们总是要求女人完美无缺 却到处放任自己的感情 我可不同意你的看法 虽然有些男人的确不尊重感情 可是也不能够一概而论啊 不信的是 儿刚却偏偏说的那种人 儿刚是不是这种人 我们还要进一步地求证 现在你最重要的 就是要建立起你的信心来 信心 什么信心啊 就是你对儿刚的信心啊 我对儿刚 已经不再有任何的信心了 孩子 人在医生当中 难免会有几个无点 我们所要计较的 不是污点的原因 妈 我一向洁身自爱 我不允许我的丈夫 有任何的污点 对 污点虽然不能够立刻洗刷掉 可是只要你有信心 那些无点也会慢慢从你记忆里消失 妈 你不要再劝我了 这是我的原则 我一定要坚持到底 好吧 既然你这么说 妈也不再唠叨了 不过妈刚才跟你说的那些话 妈希望你能够仔细地想想 对了 你们汪总打电话来说 让你请假 好好在家休一休息 好 你刚刚不要再喝了 你今天晚上已经喝太多了 你不要管我了 季萱 我错了 我对不起你 我错了 季萱 我对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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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对不起你 季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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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的是 情依不想你 你也愛的是 我愛的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季璇 王总 对不起 我又迟到了 我不是打电话让你在家多休息几天吗 谢谢王总的好意 我既没有病又没有事 干嘛需要请假呢 可是 王总 你知道我一向是闲不下来的 尤其是现在 我更需要借着工作来忘记我昨天发生的一切 喂 国风公司总经理办公室您好 喂 小玄 喂 小玄 王总 王总 谁的电话 是有刚刚的电话 我不想接 麻烦你转高台好不好 叫他别忘了推掉酒系跟白沙礼服 去 求求你 王总 喂 喂 小玄 喂 小玄 对不起 我姓王 对不起 我姓王 王总 季璇呢 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他叫我转高台 他叫我转高你 马上取消酒席跟白沙礼服 大约 你什么什么事 谢谢你 王总 你这是何苦 阿肖啊 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耶 什么事情不公平 这秘书条件那么好 哪点配不上温先生啊 这温先生居然敢 到处去碾花扭草耶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男人都是色狼嘛 不行 我一定要找个时间 好好替金明叔出不太过气 嗯 我赞成 我们是不是又采取行动 我想 我们等打听出那个温先生的行踪下落 我们立刻采取行动 好 那简单啊 去问温家喜不就知道了吗 对 这样 小姐 来来来 大家都在等你一块吃饭 吃完吃肉吃嘛 妈 我想上楼休息 不想吃了 来 吃吃 小雪 小雪 来 我去开门 来了 你 小雪 温大哥 我姐不想见你 小穷 温大哥 我姐说了 你既然跟饭家坏的关系那么亲密 就应该跟人家结婚 不应该使乱中气的 小穷 我只想你姐姐解释一下 我并没有 你不要再说了 二刚 现在大家都在气头上 就算让你见了小轩也没有用 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吧 过些日子再说 小穷 伯母 我 二刚 快起来 那我走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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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小玄没有必要这么迴避着 她应该跟尔冈见个面 把话说清楚 我觉得大姐跟沃尔冈之间 根本没什么好谈的 他们应该立刻结束婚约的 立刻结束婚约 感情的事情啊 不像你想得那么简单 这件事情我想明天找个机会 我找尔冈谈一谈 老伴 约了这么久 你总算开口了 打着好几通电话 你都不在 你上哪儿去了吗 我 我们一起去吃饭好不好 我心情很乱 吃不下 我们一起去喝酒好了 我正在喝 要不然我过来陪你一块喝 不用了 你还在生我气啊 嫁回你 你让我亲近一下 如果我说不行呢 阿刚 我知道你还在恨我 也知道你在想继续 但是我无所谓 我只希望 在你最寂寞 最孤独的时候 能够留在你身边 再会 我 我在家里 如果你需要我的话 随时打电话给我 好不好 再见 陈老板 这是上次那件衣服的钱 你试试看 一共是三千六百块 不急嘛 你不急我急啊 都欠了那么久 再不还怎么好意思嘛 嗯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我搜嫁咯 陈老板 你真是客气 你不数数看呢 对你 别说三千六了 就算三千六百块 我都信得够啊 谢谢小姐 你们看看吧 小姐 我前天订的 那两套衣服呢 您稍等好 我这就去拿 小姐 您看看是不是这两套 这边还有 对 多少钱 这一套是两千七 那这边这一套是六千九 那一共是九千六 你们上次付过两千 还剩七千六 算你们七千就好了 付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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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坐 老板 这就欠慕七千块 好 有钱真好 这有什么好羡慕的 等下趟我去香港 再把你太长偷回来 不用了 我买不起 买不起 那我半买半身总可以啊 那 那怎么好意思吧 我已经好几天 没有在这打牌了 难得你今天出来 哎 我们这喝杯咖啡怎么样 这 这有什么关系嘛 喝杯咖啡 要不了多少时间呢 季璇呢 我还见季璇 季璇说目前她不想见你 我没有 姚董 小老弟 说句不见外的话 你也太糊涂了 我错了 我知道我错了 姚董 我求求你 让我见季璇一面好不好 她不想见你 就是你跪下求我也没有用 还是回去吧 不 我要见她 我一定要见她 姚董 我求你转告季璇 我见她没有其他的目的 我只是想向她赔罪 向我赔罪 季璇 我觉得得饶人出钱饶人 你就不能再给尔方一次机会 王总 我已经给了她两年多的机会 是她自己不懂得好好地珍惜的 季璇 王总 你就不要再劝我了 我有我的原则 我一定要坚持到底 既然她那么坚持 那我就先回去 回去吧 小老弟 虽然季璇坚持不肯见你 不过事情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 换句话说 除非季璇已经不爱你了 否则只要你有耐心 你们还是有转换的余地 对不起 老头 打架了 下班了 先走一步 你旅逢就要等你 温副理 你回来了 那我先下班 待会请你所门好不好 好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不高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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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来等你下班的 我先下班 我来等你上班 我来等你你呢 媽媽,你在哪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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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亮,怎麼了,媽媽不見了,怎麼會呢,我所有的房間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媽媽,小亮,快,也許媽呢, 是出去買東西給小亮吃,很快就會回來了,來,告訴爸爸,今天老師教了些什麼,教我們三字經,還有爸爸,我現在一二三會數到一把耶,真的,你還好在聽著,一二三四五六,小亮,幹嘛, 師爸爸帶你回來吧,嗯,你上了,去了,反正又不是去打牌,你問那麼多幹嘛,小亮,肚子餓不餓啊,我肚子好餓哦,好,媽媽馬上做飯給你吃,好不好,好,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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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不錯吧 不錯不錯 你呀 郵禁部 阿笑 我有件事想請教你 請教不敢當 有什麼事情儘管吩咐啊 你知不知道威爾剛下班之後的行蹤了 不知道 我可以幫你查查看 那你大概說要多久的時間才能查得到 你為什麼要知道威爾剛的行蹤啊 這個 阿秀 跟他講的沒關係嘛 威爾剛玩弄感情欺騙你婊子女 我想教訓他一點 那怎麼行 為什麼不行啊 那你越幫越忙 大姐 幹嗎 忙讓我上來請你下去吃點東西 我不餓 大姐 你這樣不吃不喝怎麼行呢 我真的不餓 大姐 你看看你 你每天這樣不吃不喝的 我看事情還沒有了斷啊 你人找就餓死了 餓死算了 免得要替我操心 問題是萬一你餓死啊 我們不是操心傷心 尤其是你的情敵犯家會啊 會高興得要死呢 你 走吧 走啊 走啦 好了好了不要餓了 走啊 媽 姐來了 好 謝謝 來來來 這可是你最喜歡吃的麻油雞啊 趁熱把它給吃了 媽 我真的吃不下 吃不下也得吃 你爸爸來 爸 他找我剛去了 我這一生當中啊 哼 我的意思是說 我活到現在為止 我一共啊 就只做錯過兩件事情 哪兩件 第一件就是啊 當初 我跟季全訂婚的時候 我不該答應他 等買了房子才結婚 那第二件 哼 第二件 第二件是嗎 我不該認識的 也許 這就是所謂的孽緣吧 孽緣 說得對 說得對極了 來 來 為我們的孽緣 乾一杯 現在 我做錯了兩件事情 我失去了季緣 那種感覺 就好像我已經失去了一切 我好痛苦 我好痛苦 爾剛 你雖然失去了季緣 可是你並沒有失去一切 你還有我 你還有我 我雖然遭受過刻骨銘心的打擊 我也曾經想到過 用濫膠來做個棒子 可是對你 我是真的全心全意的 只要她 你不會開口先甩掉我 我永遠都會在你身邊的 是 家伙 你說你敢愛敢喝 完全忠實於自己感情的女人 完全忠實於自己的感情 又有什麼用 在你心目中 季緣還是季緣 我還是我 我又沒有無法取代季緣的地位 我 那你為什麼 不想甩掉別的男人一樣 乾脆甩掉我 我是能夠做得到的吧 我就不會像你一樣 這麼痛苦 來 為我們同樣的痛苦 乾脆一杯 好 老公 答應我一件事 答應你什麼 答應我 如果這次繼續回心轉移 你不會再拧我走 而且 會像對待季緣那樣對待我 這 你不願意 這是不可能的嗎 什麼不可能 就算我願意 季緣也不會答應 你放心 這次我不會那麼衝動的 而且我會替你保守命運 好 假會 你如果不想 讓我很快的年紀早的話 你最好不要再提出任何要求 好 姐 你不用擔心 爸做事啊一向很有分寸的 小琼 我不是担心爸会跟沃尔刚起冲突 我只是担心爸会相信他的谎言 小玄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爸爸没有信心呢 妈 不是我对爸爸没有信心 是沃尔刚为了博取同情 一定会设法狡辩的 事实巨债伦为得沃尔刚狡辩呢 他要是跟范家伙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 那天他为什么不说一句话就走了呢 小琼 你天忧还不够啊 还想加点醋 妈 我是说爸是个名眼人 那天那个场面 爸不可能看不出来怎么回事的 爸怎么去了那么久 还没有回来呢 也许他们聊对的话题 谈着谈着就把时间给忘了 那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看什么看 他们又不吵架 打个电话过去问问就行了 我来打 小琼 用不着你费心 给我回屋里睡觉去 你要是不想睡啊 你给我好好坐在这儿 别扰乱你姐姐心情 好妈啊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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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痛啊 小心 謝謝你下回 幹嘛謝我 謝謝你 早最痛苦 最需要安慰的時候 還出現在我的身邊 又是這句話 有沒有新鮮一點的 有啊 為了表示我對你的感激 待會兒到那兒 我要好好給你喝一杯 二哥 你喝醉不能再喝了 誰說我醉了 好好好 你沒醉你沒醉好不好 我我不但沒醉 我還要再喝 我要喝 我要喝到醉絲為止 二哥 太荒唐了 老婆 沒有想到這個時候 還有心情跟他一塊兒喝酒 而且醉成那個樣子 您您聽我解釋 不要解釋了 老婆 老婆 二哥 他既然不聽解釋就算了 回家去吧 二哥 大可是你爸還不回來了 我去開門 爸 幾點了 還不睡覺 我 睡覺去 我們等你回來啊 睡覺去 聽到沒有 聽到沒有 上樓睡覺去 好啊 小璇 小璇 您要上樓休息 怎麼樣 見到耳剛了 別提了 怎麼回事 我等了耳剛一個晚上 你知道為什麼他沒回家嗎 為什麼不在家 耳剛陪著那個什麼 我放下去喝酒去了 這 這 這我親眼看的呢 你放下去陪人 醉細心的會兒剛回到家的 小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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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怎麼了 小璇 怎麼了 我的腳 來了 快點救護車 好 慢一點 慢一點 小璇 小璇 慢一點 小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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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小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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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開刀房 請照鏈等一下 小璇 小璇 不然怎麼樣 你一定要跟帶著書 替我全身毛巾 嬌 囇 你放心 我們會好好照顧她的 來 妳先去買 謝謝 来 来 来 去吧 太太 没什么关系 腿瘦点伤 没那么严重 没严重 人都到头发去了 还不严重 好了 好了 我可不准你哭哭啼啼的 咱们家小泉可是好女儿啊 老天不会亏待她的 可是 对 老天一定不会再亏待我们大姐 我找温尔刚去 小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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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季家的人绝对不再做这种 婆婆妈妈的事情 她对不起你大姐 她自己的损失 是 我们还是这样一而再而三地 找她回来 等于让她回头 替她找台阶下嘛 可是 你 矿田那个女人说不定赖了她家里 还没走 你去那儿可不样呢 你 你 没关系 让她多休息一会儿 等麻醉药散了以后 她会自动醒过来的 谢谢 医生 她的腿真的没有关系吗 幸亏你们送来得早 所以现在绝对不会有问题 真的 真是谢怜谢力 谢谢 谢谢鸟大夫 谢谢鸟大夫 不客气 现在只要观察她明导正当 就可以了 谢谢鸟大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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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刚 你真的希望娶我吗 是的 我真的希望能娶到你 我希望你能是我 永久永久的伴侣 今生今世 至死不渝 可是 万一你又爱上别的女孩呢 不会的 我温尔刚 绝不是那种遭三莫四的人 妈 姐姐 妈 嗨 凯琳 你怎么在这儿 姐姐 你要求 才断点小小数 就要学生麻醉 姐姐姐害怕吗 我是个弱者 不 你绝对不是一个弱者 我也佩服你在这种状况下 还能够当场把婚礼给取消掉 你知道 很多人做不来的 他们又有寡断 可是今天的原因 确实是为了维持一个面子 凯莉 你怎么知道 我把婚礼取消的事 当然是你为老板了 妈 你再知道你叠交事之后 都快急哭了呢 你一边我帮你叫护士来 你又不饿 我不饿 凯莉 就你一个人来吗 汪阿姨还有你的家人都在外面 我爸爸因为昨天中午要回美国 所以我就代表他来了 谢谢你了 不客气 姐姐姐 你怎么了 我的脚 算了 我看还是把他们叫他进来吧 这种护理发病的事 我一点都不懂 嗨 你们都进来吧 他醒了 好 谢谢 谢谢 快 小圈 好一点了没有 好的 爸妈 小乔 小乔 王总 谢谢你 还有你小表叔 谢什么谢啊小圈 我看你不是倒了霉啊 就是撞了鞋 不然怎么会刚刚取消婚礼 就撞断了腿呢 小表叔啊 你是来看我姐还是来吓唬她的 我 你不知道不要乱说话 小圈 这不能怪小表叔 我的确是很倒霉 胡说什么 什么叫倒霉啊 这是你自己不小心 好了好了 都怪我不好 爸 你什么都不要管 安心的疗伤就是了 现在怎么样 不要紧吧 没什么事 就是头有点浑浑的 小圈 没有关系 可是因为刚才打了麻药的关系 姐 医生说你只少腿轻微骨折 没有大碍的 姐姐 等你腿伤好了之后 用不用再加我啊 本来啊 辞到这个工作是为了那个温尔刚的 可是现在已经不要他了 为什么不要再加我呢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会知道的 是万先生打电话告诉我的 总经理 非常抱歉 现在工厂忙得出货 我退请家来看介绎义书 没关系 应该是 那我先进去了 怎么没有看见温尔干了 小先生让我不要通知 不通知他怎么行 我看这个电话由我来打 好 可是这 放心 不会有事 一切都谢谢了 先走了 好 谢谢 你留不留 好 好 我不送了 新年叔 您安心养病 我先回工厂了 葛小姐 那我送你 不用了 我看这样好了 葛小姐 叫小琼送你回去 伯父 真的不要客气 我不是客气 小琼家里现在一个人都没有 小琼回去顺便看家 顺便送你到工厂去 那就要麻烦小琼了 玛丽 爸 小琼啊 回去把邪密准备好 随时跟我归南部去的 好 我们走吧 小琼说 你回南部的时候 我恐怕没有时间来送你 我现在这里祝你早日康复 谢谢你 葛小姐 也谢谢你特地请家来看我 走吧 姐 我们走了 爸 再见 拜拜 再见 有没有人找我 没有 温副理 刚才有位汪总经理打电话找你 是个女的 她要你一到公司 马上回她电话 国锋公司 姚董事长的护照跟机票 办好了呗 都办好了 有没有派人给她送去 已经送过去 好 那谢谢你 不谢 喂 国锋公司 我请汪总经理听电话 你是 我姓温 是耳刚啊 我是汪美兰 你好 听说你刚刚打电话找我 你怎么回到现在才上班啊 我 我 我无意打听你的姿势 你赶往到医院去看看季璇吧 季璇怎么了 他未领的事摔断了小腿 差点脑震荡 行啊 我送去 你再来 你再来 儿子 你再来 dentro 你再来